圣经没有错 圣经记载的保罗 在这个地方有错 圣经没有错 圣经记载的大卫 这里面有错 你们现在懂了吧 所以保罗这里面 他说他亏负了别的教会 没有没有没有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今天王牧师向谁收奉献 谁就投着乐了 这不是亏负你 这不是给你压力 这不是给你难住 这是真正在救你 这是真正在救你 所以不懂得你们去问眼里 眼里非常清楚 牧师收谁的风险是在救谁 所以我亏负了别的教会 从人的眼睛好像是这样子 但从神的眼睛不是这样的 这个保罗收了这些教会的弓箭 这些教会就蒙了祝福 所以保罗没收更多的教会 各种的教会 反而后面出了一大堆问题 我在你们缺乏的时候 都没有累着你们 因为我所缺乏的 从马亲乱的弟兄过不足了 第十节 只有基督诚实在我里面 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代地方 阻挡我这自垮 阻挡我自垮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这也是一个问题 当牧师的呢 就不要再傲慢了 当牧师更要务实 因为为啥呢 你一个人跌倒不是你一个人 一个人跌倒是影响着一帮人的 那帮人跟着你的 所以保罗必须做的 要这个和后神的心意 也能给弟兄姐妹带来祝福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 有点个人英雄主义 你知道吧 好吵 我就是牛逼 我谁的钱我都没有 我自掏干粮 自带干粮 我在这嘎嘎穿飞 你知道吧 是你自在干粮 挺辛苦的嘎嘎穿飞 但结果呢 你没把教会整好啊 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 河南的牧师比我好 等以后他来了 我让你们认识 老有爱心了 你知道吧 可是这个世界 老有爱心的父母 都生出那个巨婴 不是要生 要养出巨婴来了吧 所以中国话讲 求人家还早上家 求人家 我不知道微妍 在不在线 我不知道微妍 在不在线 在不在 咱都说自己人 微妍有一次跟我说 我说牧师 你看你们家那孩子 多优秀啊 多等事啊 你看我们那孩子 他们俩同岁 微妍那孩子 比我们家孩子 大几个月 我就跟他讲 我说微妍 你们家孩子 考上大学 也住大房子 开奔职 对吧 王牧师现在 还没开人奔职呢 你们家孩子 开奔职 对吧 我说你们家孩子 读书好读书坏 想吃啥就吃啥 想喝啥就喝啥 对吧 我说你们家孩子 将来大学能不能毕业 能不能找工作 一笔巨宽 一笔巨宽 等着他 我说你再看看我们家孩子 就算考上大学了 未必念得起啊 所以考上大学 还不行 还得考得贼好 给拿奖学金 拿奖学金还不行 必须拿全奖 我说 我说他逼着他 他必须好好学 我说这就是中国话 讲穷家 还穷家 我说让你们家孩子 好太简单了 你把你们家 所有钱捐给我 你知道 你们家孩子一下就懂事了 啥也没有了 不上大学 就是一片黑暗的 上大学还得自己 这个搞学费啊 你知道吧 你想想 富人的基因就是富人的 你说这孩子 绝对是有出息的 那孩子一逼他 我搞一下 我告诉你 也是也是一举成名啊 中国话讲 十年不明 一名几人 他们家孩子 我告诉你 绝对很优秀 基因决定的 龙生龙凤生凤 但是 他们家孩子 现在生活得太犹豫了 失去了奋斗的动力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你们明白我在讲啥吗 你们明白 你就打字 阿们阿们阿们 所以VVN没毛病 VVN的孩子没毛病 毛病就是 他们钱太多了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王牧师不优秀 王牧师的孩子 也不优秀 王牧师唯一的 庆幸是没钱 孩子非常清楚 不好好学 将来干嘛去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一定要明白 牛的说 父母对你太好了 结果呢 把你给宠成巨型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 美国人真值得我们学习 美国人是真把钱 都捐给教会了 他死的时候 儿女你不奋斗 你就啥也没有 其实美国人 也没高到哪去 咱们中国也有高人 曾国藩 你们记得吧 你们如果认识你 你就把他名打了 曾国藩 曾国藩曾经就说过 我留家产 我儿子有出息 这样的家产 人家瞧不上 我儿子没出息 这笔家产给他了 会害了他的 对吧 得不配位 厚得载物 得不厚 这个载不了那么多东西 他说 我不给儿子女留家产 所以今天 不是只有美国人 才有这种 把钱全钱给教会了 对吧 所以今天亲爱的 亲爱的亲爱的姐妹 不是美国人才有的 不是美国人才有的 那个 那个 那个中国人早就有了 只是我们今天 亲爱的亲爱的姐妹 我们太 我们 我们 我们太在乎自己了 给自己留个好名 我要做个好爹 我要做个好妈 结果你倒是好爹了 你倒是好妈了 结果孩子没整好 所以今天王牧师 非常清楚 我就不做好牧师 打字方便打字 王牧师自己说的 他不做好牧师 我就要做个坏牧师 但是我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的弟兄姐妹 都好 我让弟兄姐妹都好 所以今天孙怜干的 我能不能干 我当然能干的 大不了就晚上不睡觉 就干了 但我不干 让孙怜干 我是个坏牧师 但是孙怜一下子 就厉害了 现在老厉害了 啥都会干 对吧 人家人家会写诗 这都我不会写 那我们15周年 20周年 每一次 他都自己有一个 至少一手 这个专门创作的 咱们是带敬拜 20周年你们都感受到 对不对 这个讲道 你们听真道 你们也能听到 祷告 今天咱们在那边聚会 他领一帮人在那聚会 咱们祷告会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今天你们去看 无论是咱们家 孩子还是咱们教会 同工 你就看 那些好爹 那些好妈 那些好牧师 最后 没把那个孩子弄好 所以今天保罗在这里 没事犯错了 那个教会 你叮光的拿人家钱 人家一直奉献 一直奉献 那个教会一直就很兴奉 到了哥林多了 你就 完全奉献了 啥也不要 连自己缺的时候 都不吭声 那个教会给送钱过来 结果把哥林教会 现在整得很加劲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 我们有很多时候 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我要好 但是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你真的做了神的仆人 你不要想你要好 你要想你好 也行 能不能让教会更好 能不能让神的国更好 你不好也行 你不好能不能这样 让神的让福音传开 让神的国更好 所以今天 我发现 当我做一个不好牧师的时候 反而教会更好的时候 我选择当个不好的牧师 因为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我在乎的是 我弟兄我姐妹 都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 安德鲁可以帮我 把这件经文找到了吗 安德鲁说 保禄说什么 保禄说 如果以色列能得救 我下地狱我都愿意 我下地狱都愿意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 我们 詹尼也是一样 不要 不要 不要被 不要被那些假东西忽悠 我詹尼是个好领导 啥叫好领导啊 给他发工资 给他发福利 然后他有工资 有福利 他躺平了 结果业务也做不起来 结果啥都不是 所以詹尼不做个好领导 詹尼去做个恶领导 做个恶领导 律所就蒸蒸日上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 亲爱的亲爱的姐妹 很多事 很多事 是我们自己的狭隘 我们把自己看得比较重 不要看自己 我们让神的国 心旺 我们让神的国 是约翰不说过一句话吗 他必兴旺 我必卑微 所以别人说我好 哈利路亚 别人说我坏 哈利路亚 只要神的福音传开了 只要神的福音传开了 只要神的百姓 都变得强大了 我就很高兴 所以今天亲爱的 利文圈姐妹 所以亲爱的利文圈姐妹 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学 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学 而最重要的功课 而最重要的功课就是 我们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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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讲到前面说的 你知道你想管上帝要什么 你现在就要整明白一件事 上帝管你要什么 上帝管我要 一个离开了我 还能蓬勃发展的教会 你还问吗 上帝管我要 一个离开了我 我不当牧师 还能蓬勃发展的教会 我现在就问你 王牧师死了 杨儿丽会垮掉吗 不会的 杨儿丽死了 孙林会垮掉吗 不会的 但是杨儿丽死了 沐浴 你可能会垮掉了 完了 房子没了 王牧师给我房子住 完了车没了 王牧师给我车开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沐浴也要做到这一点 王牧师垮掉了 继续蓬勃发展 在北京卡卡卡传福音 在路上级卡卡传福音 会开车会说英文 会讲道 会赞美 这样的话 还有啥睡不着觉的 一天能累死你 躺下就能睡着 反而睡不着觉都是闲的 我就告诉你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啥都能干 但是我想明白了 我啥都不干 所以Lucy 现在就要想想 虽然在路上级只有四天 想要四天干了啥事 写个工作计划 我觉得OK 来了就干 孙林他们 待了十天 没倒时差 下飞机就开干活 你们自己去呗 十天都没让他们倒时差 下了飞机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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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一直干到他们走 一直干到他们走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如果你真信主 这就是我们的 这就是我们应有的状态 如果你不信主 那你洛杉矶是个旅游城市 每年那么几百万的游客 甚至一行 一行前几千万游客 你就当个游客 我就当做 我听说你来了 就完了呗 对吧 互不打扰 我忙我的 你玩你的 到时间你回去 上帝祝福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是这样 你是基督徒 你不要用嘴说 你用行动告诉我 你不是基督徒 你也不用告诉我 我仇一眼我就知道了 对吧 所以你来 一二三四这四天 你怎么安排的 我就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 如果你觉得你是个基督徒 那你就做个计划 来时间干点啥 对吧 干点啥 然后王牧师说 我可以干 下飞机当就干 当然你来旅游的 我也欢迎 感谢主 所以今天 保罗说 为什么呢 是因我不爱你们吗 这有神知道 我也用这句话来结束 今天的讲道 为什么呢 王牧师 你为什么不能做个好牧师呢 你把我安排了 不行吗 给我吃 给我喝 给我住 不行吗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不爱我们吗 保罗说 这有神知道 我也不说 神知道 我们一起祷告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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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主 真理永远是跟人性相对的 因为人性里的恶 就是要阻挡真理 而真理就是来对抗人性的恶 真理常常让我们做 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而罪常常让我们做 我们愿意做的事情 所以讲真理的人 大部分都是被人家骂的人 但是今天明白真理的人 也不会去骂 相反更加的感恩照着真理去信 所以我相信我的弟兄我的姐妹 是渴望真理 是明白真理 是愿意遵守真理的人 那我就在他们当中 大胆的讲真理 当然即便他们不明白真理 即便因为听了我讲的话 恨我 离开我 我也哈利路亚 因为我要传的是神的真理 而不是要讨人的喜欢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教官的圣灵 愿你赐负你自己的话语 让明白你话语 尊敬话的人蒙福 感谢赞美主 放耶稣基督的名道